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空 老夫来与你一绝高下 不怕耗光你的灵力就来吧 飞花点翠山 沙无焰背后有六个字 灵阵中心 这下是最麻烦了 抓到你了 糟了 十分六阵 十分被困住了 清风门弟子 谁先拿下仙药谷 老夫就赏他一月寿园 上啊 寿园交场是我的 主灵弟子跟我上 绝不得让仙药谷 遭惹贼人的手里 快 兄妙偷偷 清风门白银直视在此 区区下品青铜 也敢伤我清风门 也敢伤我清风门弟子 母亲是 太阅门真的犯下人命了吗 我们必须抢在清风门之前拿到仙药谷 玉灵门弟子听令 是 判准时机 夺取千药谷 是 可恶 这光连手中毒 十分也无力脱身 是 难道说 今日我太阅门 真要灭门不成 扩张门 刚才若是听了石江的话 脏了 石江还未驻灵 现在一定很危险 哇 石 石江 他做了什么 清风门的人都不动了 来啊 还有谁 统统放马过来吧 石江 那小子怎么会有这般能耐 当初他拿下先考榜首时 便出现了奇特的资质 或许他真的有非同一般的实力 不可能 就算他资质再好 没驻灵 便不可能越即打败驻灵弟子 石江 小心背后 拿命来 只要你配合被我打倒 这两个月的寿源 就是你的了 老板吉祥 你想要我 有什么姿势答案 拿命来 一个月的寿源是我的了 好 别 你 别急别急 师父猜个一个月的寿源 咱们听他的 给两个月的寿源拿 老板好 你想要什么特殊服务啊 听我号令 你祈祷 喂 快看 石江又秒杀到了两个 太远了 根本看不清他用了什么招式 这石江使的招数 居然如此厉害 将人定住后竟一击击倒 难不成和龙翼剑有关 都给我听好了 谁要敢跨越这条线 便和他们一个下场 好强的气势 罚 罚财了 别出声 别被他们给发现了 尸 尸体不要说话 哈哈哈 居然用寿源收卖敌人 石公子这是购下血本的 嘿嘿 这定是石江经常说的商战 那些好像是我们的寿源啊 陈宿 他 你想干嘛 世贼 别想耍花呀 看来何超元逃不过这一劫 倒是这石江 本座倒想贵贵的 石江 我去 绿细摇怎么下来了 将你方才的招数 对本座再使一遍 这对付他得花多少手元才行啊 绝招 看我石江超级密技 他闪开了 这招好像还挺唬人的 旅长们别心急啊 我这绝招需要点时间吞吞气 伸展运动 踢腿运动 跳跃运动 领域里面接点五排啊 再不见我太渊门可真被人一锅端了 少许张声势 动手吧 蛤 放断了 何老科别挣扎了 石江马上也要撑不下去了 他与老夫一样是个生意人 本就不该投入你太阅吗 傻 傻 傻掌门 想想他和你不一样 那你可真不了解你这个徒弟 无论发生何事 他都以利益为首位 光凭这一点 他便与老夫是同类人 什么东西 石江 只要你在这张转让契约上画鸭签字 主动让出仙药骨 杀人害命之事 便可一笔勾销 那是四大家族周家家印的契约之书 即便公孙贤主也无法毁约啊 何老科 恐怕今日你的好徒弟要让你失望了 不过老夫可不能让吕西遥抢了先 慢着 局长们 老夫与何朝云缠斗 你却想渔翁得利 这买卖可不划算哪 石江 只要你肯签了老夫这份契约之书 老夫不但能免太阳门之罪 之后共同经营所得利润 五五分场 啊 平分 不过这五五 老夫只分给你石江一人 不关太阳门任何事 石江 当然 你也可以拒绝 何朝云身为掌门 必须承担此次太阳门之罪 老夫即刻用剑刺穿他的丹田命学 溃散他所有的灵力 让何朝云永远成为废物 石江 咱俩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就该用聪明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沙无焰 这卑鄙小人 请诱惑石江做这等我持之事 你好像有点意见 那就由你来选 我 我 我 杀无焰的姬某实在太过硬度 不论石江如何选择 最终都会背上不仁不义的罪名 而这份罪名 竟无人能替他承担 所有人仿佛都在逼迫石江 实则两大掌门 或许还有束手无策的我 一直以来 看似能掌握一切的石江 石江却是这般的孤独 他被逼着要做出决定 背负着别人不肯背负的责任 石江 我好想走到你身边 告诉你 别怕 我陪着你 可 可事关太院门存我 我 我竟一步也迈不过去 石江 石江 无论你咋决定 俺们都站在你这边 对 石江 俺们都站在你这边 他们身边 本该有我的一席之地 却让我亲手断送了 可我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别无选择 石江 石江 怎么样 决定好了没有啊 苏玉儿 你好生糊涂 你口口声声教训石江 不是什么都能用利益权和 而你却在他无助之时 此私的判断知与不知 这根本就不该由石江来面对 沙武燕 我是太阅门前掌门的孙女 就算要做决定 也该由我来 玉儿 如果我的选择错了 你会怪我吗 石 石江 小江 嗯 别怕 不用顾虑为师 沙武燕 你不就想放住老夫的命穴吗 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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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想以老夫来要挟小将 老夫宁愿当非人 也不会交出咸妖谷 船火 自以为自封命脉 就可以左右石江的决定 石江 你可得想清楚 如何选择才对自己有利 想想以前 我石江也做过和你一样的事 以前我在游戏里抓到一个仇家 他求饶 我便给他开了个条件 小子 只要你舔我一只血 我不但放了你 还会给你一万金币 你猜他怎么回答的 游戏是何处 他反问我 我能不能多点您几只鞋呀 有趣有趣 此人日后定能享受荣华富贵 想必你也会做出这般明智的选择吧 我当场就把他给杀了 你这是何意 比如说 我先给你一个月受缘 杀物业 这就是你对我做的事 你给的狗屁选择 根本就是对我和太原门的侮辱 如果你愿意 我再多吐你几口 你觉得如何呀 他竟然吐了掌门口水 石江 干得漂亮 没错 让杀物业滚蛋 你们这里不一样 我先饶住 又是这种感觉 石江 躲开 广灵俊 不得不再借用你的力量了 怎么可能 石江 爷爷 臭小子 为师不是说过吗 不可将你屁股上的葫芦摘下来吗 你还想变老浪费为师的寿源不成 您不是飞了吗 谁会杀到真自奉命点 你看看上一眼 怎么会有两个眼睛 小子 那只是老夫的替身 老夫还没诚实到真处自残呢 不过 为师现在已经确认 你是个值得托付重任的好孩子呢 你也不必强迫自己 去扛这些麻烦 全部交给为师吧 爷爷 这 这孩子咋哭了 伤着了吗 石江 小孩子是什么 你就要哭了 好嘞好嘞 是不是方才为师风雨就吓着你了 乖 乖 别哭了 你这样下去为师如何去打架呢 何老寇 你竟然敢歇怒我 饶不了你 爷爷 你 小姜 何 何超云 那个发呆 老夫可说过了 所有的架 由老夫一人来打 那真的是师尊吗 完全变了个样啊 何超云不但瞬间提升了品级 还变年轻了 那是九四真言 怎么可能 何超云即是物贞商品 只是恢复到物贞商品吗 看来仙魔大战兽的伤还没有彻底全域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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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将 唯师已将仙药谷封印到这仗符中 带着他赶紧下山 太阅门众弟子听令 立即与十将一起 护送仙药谷下山